最印象深刻的課程是什麼 普通昆蟲學實習 這堂實習課呢 就是我們要教45個標本 就是說哇好陌生喔 那我要怎麼抓蟲啊 那我要怎麼把它做成標本啊 那中間當然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問題 然後這張是我跟我同學 就是去那個大草原那邊 就是學校那個霧草原 然後去哪一個大王子 你可以看到那個王子 他真的是那個王子啊 比我們臉大 然後端子都比我們高了 然後我們都是真的是走到哪 都抓到哪 像是這時候我們去大午山啊 然後我們去那邊玩 然後我們去玩的過程中呢 還順便帶來那個王子走 就是我們真的是玩到哪 就抓到哪 看有什麼蟲啊 可能這個地方出現什麼蟲比較多 然後我們就趕快抓 然後趕快帶回去做標本 我們去外面找一個紙箱 然後上面鑽一個洞 然後去拿那個 那種燈泡 不是我們平常這種白光燈泡 是那種會發熱 會散發熱 有那個黃光的那個燈泡 然後我們就會插在上面 然後利用那個燈泡的熱度 然後把蟲烘乾 然後這是我做零翅目標本 還有那個竹節蟲標本的那個樣子 而且我裡面還會塞那個蟑螂 因為他怕有時候蟲在烘的時候 會有一些味道 然後這是那時候我腳腳 這就是期末的時候 把45個就是標本交出去的 成果的那個照片 然後再來是最令人感到驚悚的解剖 就是一開始大家修這個課 聽到解剖髒的時候 他們整個傻眼 解剖蟑螂好像很噁心很髒很可怕 要怎麼去解剖它 要去了解昆蟲的構造嗎 那我們正課的時候就會 從課本上已經學校一些知識 那我們實習課的話 就實際我們利用蟑螂 因為蟑螂真的非常多 然後你非常好早 然後我們去解剖它 可能看它一些消化 消化系統 或是一些循環系統 我們去看它的構造 然後再來是植物病理學實習 那我們這個實習 有分上下兩個學期 那上學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會分組 然後每一個組 會有一個主題 像我們那時候的主題就是香瓜 甜瓜 就是我們會實際去田間去看說 喔!甜瓜有什麼樣的病害 然後我們會學著去查資料 查文獻 然後再去田間看說 去對照說 哇!這是我在可能資料裡面看到的病害 那我把它採回去 去做進一步的去鑑定說 它是不是我們看 是不是真的是那個病害 那這是在上學期的部分 那在下學期的話呢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事 我們會比較去針對說 去了解病人菌的構造 像是我們病害 可能學長姐就是助教他們 她們會把一些病害採集回來 然後到教室之後 我們就會去靜檢她 用小眼鏡去看她的病原菌的構造 然後我們用點的方式 我們會點圖 那哪有什麼點呢 就是我們會拿那種待針笔 然後用...把病原菌的構造 用點的方式呈現 我們就一直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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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一直點點點點點點 我們就一直重複點點點點 一直工作 其實這堂課也真的非常好玩 到時候到學期末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本書 然后上面都是用点出来的病原菌 你看起来会非常有成就感 再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是田野实习 那这是大四的课程 这张照片是我们去美农 就是去美农看田间的情形 可能会有一些萝卜啊 可能种萝卜 萝卜甜 那还有一些豆壳的 像红豆的 或者是瓜类的啊 还有一些很多啊 就是叶菜类啊 番茄啊 就很多不同种类的作物在那边 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可以 你一定不同种类那一定可以了解到 更多不同种类的虫害跟病害嘛 走图的话是我们去田间拿来看到的刺耳 那右边的话是我们那时候去可可园 看到有那个芥颗虫在果实上面 去田间的话是真的非常好玩的 因为我们这堂课会跟着一个虫害 跟一个病害的老师 然后我们去田间的时候 当你遇到说 其实你自己还没有那么了解说 这是什么病害我们可以拿给老师看 那老师就跟你说 这是什么样的虫 那这个虫通常它的危害的 危害的危害状是长什么样子 它会写说因为虫嘛 它可能虫害可能咬完之后它就走啦 可能造成一个洞 会一个可能叶子会皱缩 可能会有一点凹凸不平 可能就是一种粗糙的感觉 就是这些危害状 我们都会从这些危害状去判断说 这是有什么虫所造成的 那病害的部分的话 病害我们也可以拿给老师看了 那老师也会跟你 让你非常细心的解说给你听说 那这病害发生的环境又是在哪里 那它最重要的发生就是病症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会要我们一样带回去进检 那时候去可可园的时候 就有看到果实上面都会有出现一些白色的绒毛状 那我们去细看的时候就发现 那其实是很多的粉戒在上面 那是戒壳中上面造成危害 然后这是我们带回去 把可可 就是可可带回去之后 我们去用戒波显微信去看它 之后我们把它戒壳从挑出来 去做成标本 我们实验室是 大二的时候会开始选实验室 到大三 就是大二的时候会选实验室 然后进去 那我们实验室的话有分虫害 虫的实验室跟病的实验室 那病的实验室的话就是有 病理实验室的话就有分细菌啊 针菌啊 腺虫啊 还有病毒 那我自己待的实验室 我是待在细菌室 那我们的老师呢 总是会跟我们说 就是要我们正向思考 他不希望说 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考验 他都希望我们用 乐观 就是开朗的态度去面对它 不管是实验可能出差错什么 都可以去很 就不要去沮丧 就是正向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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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